你又被我罵 喔好 好,沒關係,就從頭開始 對 我是蔡秀吉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就是說 我是一個偏鄉學生 那我從這個Taker 再成為Giver 我想說偏鄉學生 他也可以為這個社會 做出一些貢獻 這樣 我現在在新竹封城讀書 大家可以叫我封城秀吉 我就參與開源的社群 就是 Oren Open Radio Assess Network 的一個Software Community 還有另外一個 電信網路底層的 雲圓聲技術的社群 可是這跟我今天要演講的 可能沒有關係 各位可以看到我去年跟今年都穿同一件衣服 我沒有其他襯衫 這個畫面 所以說 擁有最多資源的你 擁有最多選擇的你 我知道各位 可能都不是含著金湯池出身的 可是你我今天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應該也都是算含著金湯池的 所以就是力所能及的話 我們就盡可能的做一些來回饋社會 這樣 最重要的這個標籤就是 造成我這個人的特質 也是我開始想要回饋這個社會的動機 這個是我今天就是議程他的那個 就是序述這樣子 對 對 就是 來講重點 重點是 重點是 我今天來分享到 就是說 我在片鄉現場到 郭上到 我看到這個現場 還有我生長過程當中 我都是做一個體格 我可以對我的家鄉來做些什麼 最后是這個祖母番宿的這個部分 是你 我先問一下各位 各位對於這個 不好意思 我們等一下這個凌晨 想起那個重點 福利設定什麼都有 可是口袋沒有斷毛錢 嘿 親愛的各位 我問一下各位說 各位對於片鄉的定義是什麼 我這邊找幾個人 舉手 詢問一下 嘿 是 這個韋哲嗎 這個是我條咖 沒有啦 韋哲 嘿 你說 比較豐富方便的地方 叫豐富方便 還有我們這個 對於片鄉的定義是什麼 有人剛剛拿手機了嗎 這是有比較少的地方 這是有比較少的地方 What kind of resource 這是有比較少的地方 這是有比較少的地方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 了解 Copy that OK 好 那我來講講 我對於這個 當然各位講的都沒有錯 就是這個 其實我對於片鄉的定義 可能我現在用講的 大家是用聽的 其實 我就是片鄉的定義 我們就來把這個 可能是服務 服務學習 就是回饋社會 這個教育立體的這個門檻 這樣比大家對於片鄉的定義是什麼 可能這是教育部名冊 教育部他會每年都會有說 那個偏遠地區的那個學校 還是什麼 為服務部名冊 就是那種 離島光飛生 離學生 為服務部名冊 還是我們電信譜 其實管理辦法 還是說離島 山區 西台灣 大家對這個片鄉的定義是什麼 其實我對片鄉的定義 可能我現在講的 大家用聽的 其實我也是用聽的 對 就怎麼講 因為我 我住在屏東片鄉 就是我那個時候 就是 一族那檔案滾手 就是 在屏東片鄉 它就滑滑滑滑 不是每天都有擴大嗎 聽的每天有擴大 結果擴大還有 已經沒有了 然後它就是說 需要再擴大那個 它的範圍可能 加30公里 才可以就是 找到更多人 這是我對於片鄉的定義 這樣子 對 對 那 好 不要說 切開啦 還是 我來講一下 就是深不成鄉家具 我是一個 在屏東 一個 就是一個小漁村 那是一個 沒有火車站的一個小漁村 來 這個 偏鄉現場 來到高等教育 我所看到的這個現場 可是 我一上大學的時候 我嚇到了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城鄉加差距 這個教育部平等 很嚴重 學術資源落差 就是 要 要 那時候 我大一、二 大一是時候 你跟同學 要拔我 這真的自行同學 那時候就問 同學說 你是怎麼 考上這個陽明教大 他可能就講說 我以前參加過這個 教育部的 什麼生命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什麼教育部居人才培育計畫 我想說 他如果我隔壁特三年 這種培育計畫 我都不會聽過 我們真的是 活在同一個台灣 同一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這個 教育不平等很嚴重 另外就是說 這個 優質教育 就是 那個時候 鴻海富士康 有辦一個AI工作方 然後他就是 辦在 南谷廠是辦在台南 但在台南 我住在東港 我可能就需要走路 先去搭公車 搭公車到 然後搭到潮州之後 才可以買最貴的自強號 才可以趕上 早上9點的課 這樣 我必須要很早起來 然後還有發現 我發現說 那個教育大集中 那個宿舍 1Gbps 那個網路真的很快 在我屏東可能就是 我們那邊網路很爛 就是我開個一段一定 可能都要42秒這樣子 對 還有就是 我發現就是說 可能 現在 沒有人說台語 還有在那個 他那個 畢業典體那個 致詞上新聞 那個台語畢業 致詞上新聞 所以 我以前也沒有 因為 我這個 講本土語言 就被老師 就當作 比較猛的 一種感覺 我不喜歡那種感覺 就是台灣人可能 這個等一下我再說這樣 沒關係 我先講 不要 在這邊 沒有那個雷射 沒關係 我那時候 國中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 參加這個 EVANT高中自主學習 我就可能 還學得還不錯 他就說 教大就說來採訪我 他採訪我 過來的第一封信 就是說 他說 蔡同學 他希望 我來願意分享 這個 使用這個平台的 這個經驗 然後 我第一個回他 就說 好啊可以 可是我住在南部 很偏僻的地方 這樣子 就是非常之偏僻 對 那邊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 身為一個偏鄉學子 我們要獲得 這個優質教育的 這個門檻 真的很高 這樣子 對 我要跟各位講 我高中最厲害的老師 我國中 讀三年 演藝老師 玩伯 你可以看到這個老師 有沒有 他會教音樂 因為他教生活科技 不是啊 他 他是 還在聘正中 不是 聘正中老師 對 好 那就是 當然我還是有遇到 那一個 一些比較好的老師 像是這個教資訊科技的老師 他當然 到現在都還是有在聯絡 可是我們還是有遇到 就是說 就是偏鄉知識不好 有些老師他可能就認為 把偏鄉 那個地方 當作一個程式學 可能 習搞習丹丹丹啊 他結束了之後 你要去考學測 你要去指導 黑心靈道的事情 這樣 現在可能比較好了啦 就是 這個 來 我們來複集一下這個 高中國文第一課 學者 所以傳道授業 解惑也 就高中讀了三年 我覺得怎麼不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我怎麼失九日 所以傳道橋頭自然之 如果你要去考學測 你要去指考 你要考指考 那是你家的事情 就是 老師其實 不會很去關心 就是 有些老師啦 他會把平常當作一個選擇 這樣 那 經濟之外 安慮現況 你這邊要怎麼說的 可能就是說 在一個小孩子啊 他可能在他學習過程當中 他沒有獲得這個 長輩的 這個一個鼓勵 他可能就會失去 學習的動機 還有這個學習的熱誠 他進而就不知道說 他未來可能有什麼樣的 一個選擇權 他就放棄了 未來人真的 這個選擇權 然後 我來 跟你分享一個故事 這是我朋友啦 因為我 我陪的國中 我陪的國中 以前我們有一個 教會 教會 叫做 教會 國防培育班 那就是我們可以用 割家的 這個 成績 來農出這個 可能 這個 這個 六軍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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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就是 請 請 看 就是做一年了 可能 他就 沒想要做了 現在要付他 差不多45萬 這樣 我跟你分享一個人 這個人叫修廷 那時候 伊藤高山的時候 因為他家裡 有一些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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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就是在做小孩一個 集合官就跟他說 修廷 你這 你這 我跟你說 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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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下去 這 沒什麼 靠靠的 各位 可以 四年三萬元 如果 下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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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再拿 八千塊 這樣一個月就有四萬塊錢了 對不對 修廷 一天聽到 他就說 這樣就 四萬塊 如果我有四萬塊 他就不必 每天看到爸爸媽媽 為了錢 就這樣完結 各位 我就是小屏 那個時候 就是 家裡有一些經濟壓力 然後我就是 把他欠海路 這樣子 是 所以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非常幸運 我都是 做一個Taker 接受別人的幫助 所以 我覺得我現在 非常幸運的一個人 現在可以獲得高筒交易 所以 現在是我可以 回饋的一個時候了 所以 開始反思說 我可以為我的 家鄉 做點什麼 那 像 我 我跟各位講 其實說 像青年組 開放文化基金會 開放政府 他都有提供很多 社會創新 永續的計畫 然後 我那時候 也有去參加 這個臨時小學校的這個計畫 當然 我們也要知道 我們要先認清自己 自己有什麼樣的一個能力 我有一個偏向教育的一個背景 然後 還有一個諮詢科技的能力 然後 我還有一群這個 印發課刊的同學 當我的構本 所以 我是一個優質教育的一個搭桥者 一個很適合的一個搭桥者 這樣子 所以 當然 可能這個計畫可能 最後就是 執行的不是很順利 可是我還是就是盡量的讓一口氣點一盞燈 就是 有同學如果想要去 呃 去詢問生學的 我也是都是這個 心存善念盡力而為 我這樣這樣 對 嘿 我跟哥講 你看這個建宗 他這個111年度 他編列預算度 5.3億 這個我的母校 他這個10年度 他編列1.8億 你看看到就是這個資源 這個城鄉差距給的資源差了這麼多 所以 這個開園截流 沒有辦法截流 我們 我們就來開園 我自己所得 我自己所得 對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 我們把那個專案 就是有開園在網路上 各位可以去查 就是我的 我的Github這樣 然後 當然科技是另外一部分 就是科技做受業 阿倫是負責這個傳道和解惑 搭配起來一個全面的教育 才是一個完整的這個教育 所以 このチョルノチョバラには夢がある 就是 所以 所以我來大業的時候 就是 就是我剛才講 有時候要 還要再搭配人才是一個 一個完整的一個教育 然後 所以 我現在 要跟大家講 就是一個重點就是 像我大業的時候創業 社會對於學生的這個容錯率很高 所以各位在場應該都還是學生 就是盡可能的 可能 你還沒有準備好 不要等到就是準備好我才去做一件事情 而是 把一件事情做到就是 完全準備好就做到好這樣子 知道 對 就是 就是社會對於學生的容錯率很高 所以機會來也請好好把握 就是年輕人的機會成本也比較低這樣子 但我剛才創業的願景就是說 希望有一天 這個所有的學童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都可以擁有這個良好的家庭環境 和接受優等教育的和自我發展的這個機會 然後 那各位在看到走上腳 對 對 我的家庭不是非常的好 我把這天 鐵文封鎖起來 對 不是很好 等一下這個會上網路對不對 對不起 對 對 我媽媽就一直吵架 就是 可能我現在熬過去了 可是台灣還有很多很多 偏向我很多這種高風險家庭 他可能沒有熬過去 他可能就是下一個社會案件 所以 我沒有辦法去改變我的家庭 所以我想改變 就是 我看到我想改變的事情 就是 所以各位就是 找到你們為什麼 隔離這個命 我的命是偏向教育 我會繼續做下去 這是我的故事 我還沒有他結尾 我說這是我的故事 My story 他的故事叫History 搞不好笑就行了 對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也有去辦一個在地的這個 這個 這個下日的親子文化記 這樣子 對 那 那 我真的要說到 就是說 我有來做這個 本土機閣的文化團成 我們利用所有媒體 和在地的行動來團成 本土機閣 保存台灣的這個文化 就是在台灣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知道 可能在我們爸爸媽媽那個時代 就是說 我要說國語不可以說方言 或方言要罰錢 這樣子 還有說這個 可能長久以來的這一個 影視劇都 就是傳達一個概念 就是 律師 醫生啊 這種高社會地位的人 他們都是講國語 啊 都是讓那些壞人 就是讓他去講這個 講台語這樣子 或是比較藍營階級 我就 我親身也體驗到呢 就是 我沒辦法就是說 我像台學的時候 我就說 跟教授來講台語 我就 變比較 被當作比較笨的去對待 我就開給 我開給小 沒有 所以 所以當時我就想說 我來米平台灣的這個 這個目的斷層 我來翻轉 台語的刻板印象 是怎麼在電影裡面 就說台語都壞了 所以 我就想來翻轉這個 台語刻板印象 然後所以我就來做這個 本土語言的這個 語言教育跟科普教育 因為牧師我的天賦 還有我當時有看到這個 國家政策嘛 就是108課章可以去 去修本土語言 還有108年的時候 有國家語言發展法 就是這個 修法 所以 各位這個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知道你的天賦是什麼 那你要跟上時事 你要知道現在到底在流行什麼 所以不要埋頭苦幹 你要記得抬頭苦幹 這樣子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我通常全校官網 這樣子 就是那時候SARS-CoV-2 就是大注疫苗會發燒 所以就是去服务普拿特 然後其實我是 生物醫學的背景 對 所以我就去科普普拿特 對 那 那像我剛才說 那時候就科普普拿特 然後那時候就科普普拿特 然後就說 不可能手臭一小 也可以進口 我也是給普拿特 最好是 基本上我們會發燃燒 手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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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普拿特 這樣子 然後就獲得了本土語言的最佳 代表作 這樣子 對 那就是 當然你 就是我今天的議程就是說 你看到一個社會議題 然後你想要去利用一些 一些開源的一些 一些一些 tools 還有就是 如果去 擴大你的影響力 擴大影響力就是 你要組隊 因為一個人 走得快一群人才走得遠 你可能會有故事 像我有故事 就是 就是去說服別人 不用講 就是他可能覺得你議題很有興趣 你就可以去問他 他覺得你想法不錯 他就會去加入你 所以核心價值 重要 那 團隊共識 一定要有 一樣的共識 才可以朝目標邁進 不然團隊是走不久的 這樣子 對 就是 組成一個團隊 可能會需要一個人才 原先 可能 略果 需要聽標題 對 那我們團隊當時就是 就是有去申請公布我們計畫 像這個教育青年署的這個量匯全球行動計畫 然後 所以這邊 右下角的這一個 這一個 一個支援 一個開放的支援 就是 這個公布門 他其實有整理了很多 這一個像 這類的這一個 社會創新的計畫 可以讓我們的學生 或者這個 35歲以下的青年來進行申請 然後 SDGS 看你要符合南向上 保護 保育海洋的 這個就是 SDGS14 就可以照海岸文匯 這樣子 然後進步就是 把你的團隊擴大 這樣子 可能去參加更多競賽 去建立團隊品牌 獲得獎金 然後獲得輔導能力 就是 未來創業累積能量 然後去擴大你的團隊 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是 最後就是這一個 國際連結 就好像這一個 那什麼 有一個 那什麼外交計畫 就是 對 就是你要按國際連結 然後就是 提升我國在這個 社會創新的 這個能見度 這樣子 那 我剛才說的 我們的團隊 就是在做這個 本土語言 這個 我們利用所謂的 代價值的行動 來團成本土語感 和保存台灣的文化 是的 改變要從行動開始 是的 我們就申請了這個 加復的這個 揚飛全球行動計畫 那我們做台語科普的先鋒 然後我就去科普 像人工智慧 然後也登上了 新大小板 就是最漂亮的 這個實驗室 在進行人工智慧的這個科普 然後 那就獲得了 全國基督的這個 行動的卓越獎 對 那就是 像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像我在做本土語言 本土語言 他也是可以去結合你的專業 像我專業 可能 另外一班資訊科技 那我們當時就把我們專業 也是照樣也是開源 在 就是我們是這個計畫 五年以來 第一個就是結合資訊 所以就獲得評審讚揚說 就是把東西 上傳到這個計畫上面 所以上面可以看到我們的簡報 還有我們 做的所有的劇本 全部都是 開源的 是MIT 跟CC by 10.0 對 那 偏鄉的數位發展 對 我剛才也就提到 對 我在屏東內 官地 我已經買中華電信 就頻段最多了 我是電信網路專業的 那 所以我在屏東那邊 開啟一個Google Drive 差不多42秒 會等到封掉這樣子 所以 那 也知道我現在就是在推 為什麼會有數位發展步 就是 他想要就是 數位發展 數位轉型 然後就是強化這個 偏鄉地區的五軍寬評的 這個覆蓋 然後 各位可以看到 數位發展步態的在推這個OPERAM 還有包括說 開放文化 這個基金為他之前 也有很早之前 就在做這個OPERAM的 開源軟體的發展趨勢 的這個演講 那 什麼是OPERAM 我就很快介紹一下就是 因為我就是看到說 為什麼 我的家鄉 網路為什麼會那麼不好 就是為什麼 這個基地 就是中華電信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電信工業商 他們都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就是 不能趕快去蓋一些基地台 所以 我也是 就 OPERAM 他就是可以用更低的成本 去架設基地台 那 我就 等一下 所以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去 去POMO 去進行客戶 我就很積極的去參與 這一個 ORAM software 的community 然後就是 在進行這個 ORAM的開發 它也是Zenas的 Foundation 的一個這個專案 那今年這個Costcard 的 Costcard 它有開個一層是 和ORAM的這樣子 那 因為我希望就可以 可以藉由更多人的 更多人 我去參與這個議題 然後自己也加入 讓更多人加入這個社群 我們才可以去 就是 去推動 在台灣推動 ORAM 然後讓偏鄉的網路建設 可以越來越好 這樣子 是 那我就去做 全台灣第一支 ORAM的科普影片 那所以各位 如果現在去網路上 Google ORAM的話 第一支應該就是我的影片 對 那 對 那我跟各位講 其實我 我沒有很厲害 我 就是 要怎麼講 贊得先機真的很需要 像你今天假如說 你看到一個陌生的英文名詞 然後你去Google的時候 你也會發現說 全部都是英文的文獻 沒有種可能的資料 這代表說 台灣人都沒有在做過 那親愛的 你就大膽的去科普去翻譯 當第一個 你就可以像 拍個科普影片 像我的YouTube影片 那支影片 他可能 就 我是可以用CC BY 4.0 這樣子 所有人就可以透過這支影片 去把授權出去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就是他授權 他被分享到哪裡 那 科普文章的話 你不需要去 你可以寫一個網站 來進行科普 來進行推廣 你不需要去學什麼什麼 HTML 還是什麼 CSS 或者搞一個自己的Domain 你就是用一個Google Site 然後 或者是 HackMD 但你可能需要學這個Markdown 的一些語法 然後放在這個 如果你要用Google Site 還有那個Github的話 你可能 就是注意你會需要學一些 這個Digital Marketing 跟這個 SEO這樣子 那 我會後 把這個簡報 提供給大家之後 我會去提供 Coursera 那邊有些Google 這個Digital Marketing 的這一個 一些課程 然後他可以申請獎學金的 這個範圍 我會提供給各位 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看到先機 就去嘗試 然後當第一個 然後你就可以 出名 這樣子 那我就當第一個科普的人 其實 這也沒有什麼很厲害 就只是真的 只是占到先機 然後我的影片 就被經濟部工業局 拿去當這個教材 然後就是 就是全場可能 好幾百個人在看 然後或者說 線上有幾百個人在看 我就 那種很爽 你知道嗎 對 就是被經濟部工業 這才是上個月的事情 就是 對 所以我 我沒有特別厲害 因為他就只是站著先機 所以各位就是 把握先機 在這一個時代 快很準 快 快才是最重要的 也許準 不用到那麼準 可是快真的重要 然後 對 然後 我有像在去年 就在Karen聯會 來再進行演講 其實這個頭是TED的頭 對 那就提到剛剛 去捷有你的專業 我的專業有什麼 有像科普 我有科普 然後我 我有一些這一個 資訊科技的背景 然後我就是 我在偏鄉嘛 我就很想要去促進 我們家鄉 網路很爛 偏鄉所有的發展 還要想要去做 這個本土語言的傳承 全部都套在一起 都是可以的 你知道嗎 親愛的 所以我就是製作 本土語言的科普語言 來促進這個 infrastructure 就是潛障基礎建設的發展 這樣子 所以我就上 這個中演員 就是剛好有SICCOM 這個機會 就上中演員 去做這個 全台語的 這個 5G AllRain的科普語言 希望可以翻轉 這個刻板影像 可以看到他也是 很多次 上萬人初級 跟百十十五次 分享 這樣一方面是 SDG S4 跟SDG S9 這樣子 對 這邊應該是 對啦 就是 可是這個 好 好 沒關係 這邊 就是 對啦 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我有持續投入才克營來改變 所以改變從行動開始 那我這邊一些自我反思的部分 就是說 身體是根本 就是 我現在大二 可能是大三 或是被卡在大二 我想跟各位講 我怎麼做那麼多事情 可是 身體真的是根本 你要有好的身體 才可以去幫助更多你想要幫助的人 還有去 去 擴大你的影響力 然後其實回饋社會其實很簡單 對 那 你會需要具備什麼樣的一個能力呢 呃 就是要去學習吧 可是不要過度外包大腦 就想說 喔這個東西 我可能 查GPT查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子 然後就很快就把它忘記了 沒有辦法 求進來慢慢回裡面 然後還有說 呃 各位現在我們 這一代的人 可能會需要去學這個 promoting的這個 Energy Engineering 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下一個很好的關鍵字 去問對 問這個 查GPT 問對的問題 才可以獲得正確的資訊 這是我們現在需要學的 然後我剛才就講到說 快很準快才是最重要的 還有用 然後還有這個 學習社交 還有結交人馬 你可以參加C-Com 還是ModeCom C-Com 還有說Costcom 還有就是 因為這年頭 在這年頭 金子會發光 可是他這年頭 還是會需要有一個 博勒娜的軍廣燈 招了你 對 然後 我這邊 這個點報之後 會釋出給各位啦 就是其實在人文領域 或者說資訊 資訊安全 金融安全 我現在非常的這個 需要 像這個 不知道各位知道 金管會就要求說 這個 好像100億以上 就是會需要治安長 會以下的 會需要治安委員計畫 所以我現在很稀缺的 就是資訊安全的人才 然後現在都投資在金融業 然後所以 你必須現在的人 需要培養資訊安全 跟醫療的 這個 醫療的這個能力 因為現在醫院很缺 資安的人才 那通信領域 也有教育5G型燈動 行動寬評人才培育計畫 跟下載行動通訊 人才培育計畫 上面都有教材 這樣子 那跨領域 也是我現在未來 這個可能招生的方向 還有想招 跨語日人才 還有資安萬家人才 這個簡報之後 就會放一空 比上幾公益 各位這都是超連結 那最近各位聽的這個 中文演講 對 這個 最有興趣的才是提範 對 那差不多就是 哇剩兩分鐘 又感謝各位 今天聯繫 我是秀吉正希 各位 有沒有想要問什麼 就是 好奇什麼 都可以 是